大家好 包子迪现在叫做什么 志在彼得 叫做 非常的自信啊 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把中共的高层给搞定了 李克强已死 他觉得自己搞定了 其他的人都不作为虑啊 所以呢 你看他的动作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老外星闹事 所以呢 他会搞一个什么 李克强还没烧完呢 他就搞了一个什么 凤桥石经验的这么一个大会 出动所有的这个这个打手 可见呢 他接下来的重点呢 就是要对付中国的老百姓的 啊 凤桥石经验 群众都群众 群众搞群众 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一直以来共产党 他都是这么玩的 都是这么玩的 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有一个专门研究党史的 杨老师啊 我就不说他名字了 因为人家还在吃共产党的饭呢 他就跟我分享过一个他的研究心得 他说共产党啊 当政以后啊 他一直放两种力量 一种是农民 是吧 群众嘛 农民 一种呢 就是这个什么 知识分子 就这么两种人 呃 为什么毛泽东当政以后呢 他要把农民的土地的产权一刀就切了啊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啊 一直以来 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 这个学经济学的人知道啊 这个人类的社会呀 不是什么原始社会呀 什么奴隶社会呀 不是这些东西啊 经济学的这个框架下面 人呢分为两种社会 一种是什么呢 重农社会 一种是重商社会 完了以后呢 后来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内写出来以后呢 就出生出现了另外一种社会 叫自由经济社会 叫市场经济社会 或者叫自由分工社会 是这么一个说法啊 所以重农社会 重商社会 和这个 市场经济社会 就是在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 包括今天都是个重农的社会 重农的时候 农民他一直是根者有其田的 是不是 这是中国的一个老话吗 那为什么到了毛泽东时代 把农民的所有的土地的产权 都给剥夺走了 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大的 奴隶群体啊 真的是 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自己的土地 什么是奴隶啊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没有自己的土地 是吧 就叫奴隶 你怎么能为土地呢 我们说 我说是一个人生下来 他的所有的肉体啊 每一个细胞 跟土地的细胞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 生到这个世界上 与生俱来的 拥有一片自己的脚下的土地 对吧 所以毛泽东他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咱一定要学点这个 常识 毛泽东认为 一定要把农民给控制起来 为什么呀 因为他呀 他自己当年那个反蒋皆是造反 打家皆舍 他就是一口农民嘛 是不是 他的口号就是 跟者有其田嘛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睡地住的小老婆嘛 最重要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啊 结果共产党上来以后呢 没有给了 农民分田地 很多人 分析这个现象 都说 农民活该呀 是吧 农民帮着这个什么 共产党打家皆舍呀 建立这个邪恶的朝代呀 但是事实上 毛泽东 可搅和了 共产党可搅和了 我跟你说啊 他把农民的产权 土地产权给剥夺了 其实是防止农民 闹事 是吧 把农民彻底的控制起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知识分子 对吧 中共的所有的军队 都是针对着两种人的 对吧 所以后来为什么到了江泽民 他还搞三个代表呢 是不是三个代表里面没有农民呢 也没有知识分子 是不是 他主要是指 中国的有产阶级有钱人呢 对吧 所以习包子先生呢 他认为呢就是 主要的工作就是控制农民 控制人民群众 是吧 控制知识分子 所以我说过习包子的这个套路的 第一步 彻底扫清党内的这个反费 什么李克强什么汪洋 什么胡春华 什么胡锦涛 什么温家宝 什么各路人马 全都给我扫定 是吧 就一统江湖 江湖 是不是人我行 是吧 到底是东方不败 还是人我行 应该人我行吧 他现在这一步动作 他让我自己搞定了 完了以后接下来 这个所谓的 风桥经验就是要针对中国的这个村里面的农民 因为你要知道风桥 风桥是一个小镇 是个农民 是个农村 把农民给搞定 发动群众斗群众 把农民搞定了以后你放心好了 把细胞子就腾出手来就开始扫清中国的知识分子 哎呀我昨天看了一个这个什么一个照片 我真是晚上就做梦做噩梦 其实我是真是 就是 就是闲吃萝卜 但操心啊 我都已经不是中国人的 但是我 真的是看那个照片 我就做噩梦 在梦里我都哭了 什么照片 其实大家都看见了 就是这个 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机 叫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以前也说过啊 但是我为什么做噩梦 是因为旁边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现在主管中国经济的 一把手主管中国经济 带替细胞子搞经济的这么一个人 就国务院的副总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何立峰 这个人以前是这个细胞子的手下了 跟着细胞子到北京 当过这个发改委的主人 你想想这么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水平 我完全不了解他 我觉得 我觉得他如果是真的是懂一点经济的话 他应该知道 习近平是没什么经济学思想的 你不扯淡吗 是不是 所以就这种人这么大的权力 完了以后跪在习包子的面前 习包子又不懂 我因为做了公务员的 我他也知道了 你如果跟一个不懂的领导去谈尝试 是非常伤老心的一件事情 你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就是 习近平放一个屁 你都赶紧记下来 他是一个步子 然后赶紧去执行 你说这个国家不进入 惊人的大灾难 那是要玩那个蛋了 那是去了 不可能的 所以我真的晚上做恶魔梦在梦里 我都哭了 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些个官员呢 你都做了这么大的官 你尝试是有的 他因为他是个人 他不是个猪啊 他不是个畜生啊 是不是 何立峰我看来他的简历 应该是懂点经济的 怎么就 居然相信习包子有经济学的思想呢 而且还给他站台呢 所以中国的 旗包子这个时代 他就是 马屁啊 就是 马屁是 第一 第一生产力 是吧 中国是一个马屁大国 到这个习近平 这个时候 已经 已经最大化 所以为什么 以前我们一定要反对 个人崇拜呀 因为你个人崇拜 最大的原因 就是把 一个 有可能是一个 有常识的人 有可能是一个宠祸 如果他你遇到一个有常识的人 你还好吧 是不是 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宠祸呢 你把这种愚蠢把它极大化 把它扩大化 把它全面化 这个国家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灾难 但是习包子这些东西呢 他想的有点 有点缜密啊 但是呢 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我们那个时候 就讲说这个那个党校的老师 杨老师就告诉我 他说中共其实最大的危险 是体制内的这个 叫做什么 叫做 那个时候不叫躺平了 叫体制内的那种什么 消极的反抗 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 它叫消极的反抗 今天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说现在全国各地 几乎就覆盖到每一个县了 说大批的警察 集中死亡 非常的不正常 都是一些个年轻人 是吧 年底薪金都是在执行工作中 突然就包庇 所以他们称之为 一种 理和强势的死亡 年底薪金的身体 倍棒 然后突然就死了 通常都是这个 心脏病死 或者是什么什么病死 完了以后就迅速宣布死亡 因公殉职 还给他一个高帽子戴着 然后迅速把他给化了 叫一条龙 从死亡到火化 到安葬 到追悼会 真的 很多很多 警察都死亡了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警察是 是这个极得利益阶层 他们有权力有枪 是不是 他们有特权 都是在 在下面都是欺负老百姓 骗吃骗喝的 有好吃 有好喝的 有公费医料 还有枪杆子 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死掉呢 是不是 那一种可能就是接触到了什么敏感的案件 所以要杀人灭口 是吧 所以很多人都是有李克强的死亡的方法 所以现在北京这边的一些个人就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词了 叫李克强死法 新的这个词 我们看看有人扒出这个尿子 就说这个什么 很多人都死了 比如说一个人叫英龙 是吧 64年的人 完了以后呢 是安徽人 是吧 这个 做到这个独查专员 三级高级警长 2023年11月8号 是吧 就突然就死了 突发老医学死亡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叫崔志鹏 南的 河南的 还是监狱的一民警 突然就死了 是吧 很多很多 还有这个什么 肖永斌 云南的 楚雄这边的人 突发疾病 什么病都不说 突然就死了 只有52岁 都很年轻的 还有这个什么肖什么月堂 71年的人 是吧 是这个内蒙古的 吃风这边的一个人 突然也是老医学就死了 哎呦 所以这种人多好多 有些人就一个一个就给你扒出来了 挺有意思的 还有什么 上阳 河南驻马店这边的 说突发疾病才33岁死了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葛 葛什么来着的人 是 是哪边的 是北京的 哎呦 这哥们啊 交警 交管局的一个石锦山这边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小官 是吧 突发疾病死了 49岁 这种事情特别多 还有呢 跟大家念一念啊 这哥们 还有一个叫什么 新人的 仁阳 是吧 也是北京这边的啊 还是一个 警长 是不是 突发疾病死了 44岁 还有一个叫什么 赵志康 是吧 什么什么 年纪也很轻的 66年生的啊 山西这边的也是一个一级警长 也是突发疾病就死了57岁 这种事多 有人就把这个东西 这些个人呢就放在一块 说全国有几千个警察 突然就没了 是不是 被称为李克强死法 最关键是这些个资料是谁收集的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收集钱呢 说是公安部有的人把这些个人的死法都放在一块 现在他在他们体制内呀 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天天说 所以其实吧 现在习包子面临的最大的危险 有可能是 警察造反 是吧 大批警察死亡 一个个有名有姓的 包子 面临的地方上的这个最大的危险 并不是什么农民企业 并不是知识分子造反 而是警察 突然有一天接杆起 直接宰杀 各地包子里的人马 这才是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这也是这两天的一个一个动态的一个分析吧 跟大家撤吧撤吧 谢谢